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开我 我不去 你姐说话 袁帅有请 放开我 走 走 干什么 袁帅 钟丽丘带到 下去吧 是 是 钟丽丘 你知道我为何请你来吗 不知道 你姐姐在齐国 当着众人的面羞辱我 是我 无脸见人 那是他的事 与我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你们放走了孙斌 是孙斌指使他这样做的 我没有放走孙斌 不是你是谁 我不知道 是不是 公孙乐 不 不是他 不是他是谁 我不知道 钟丽丘 你如果不说实话 我就把你交给我的士兵 让他们处置你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 你不得好死 来人 要 把他带到军营 让士兵们轮流享用 是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走 我告诉你 放开我 放开他 是我放走的孙斌 还有谁 还有我姐姐 你们两个办不到 我们能办到 我们把孙先生藏在家里 把他的衣服扔到河边 等到风平浪静后 我姐姐驾着车 把他送到齐国 你打吧 你打死我 孙先生会为我报仇的 你不是他的对手 他早晚会杀了你 把他托到解释 斩首示众 是 走 你不得好死 鹏娟 你不得好死 夫人 夫人 五十三客已到 开展 大蓝 公孙先生 是你 清将军刀下留人 我去面见袁帅 他放走了孙斌 我不能不杀他 孙斌不是他放走的 他和钟离春 一同放走了孙斌 袁帅 放了他吧 真的和他没关系 孙斌 是我和钟离春一道放走的 为了一个女人 毁了你的一生 你值得吗 值 因为她是我最需要的女人 你知道我会如何的处置你吗 知道 来人 袁帅 告诉新兴官 放了钟离秋 是 谢袁帅 你起来吧 你 你不杀我 公孙岳 我要你 除掉孙斌 好 为了袁帅 我可以赴汤蹈火 不要你亲自动手 我要你 借助别人的手 除掉孙斌 你说吧 怎么办 今天我之所以大动干戈 就是要让人们知道 我要杀钟离秋 你带着钟离秋逃往齐国 他们肯定会相信你 你们到了齐国以后 去找邹记 想方设法得到邹记的信任 邹记 与田记 与田记孙斌素来不合 你可以利用邹记之手 除掉孙斌 好 公孙 公孙 林子还有多远 再往前不远就到了 到了林子 我就能见到我姐姐和孙先生了 驾 这一路上我一提孙先生 你就沉默不语 我都已经嫁给你了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不 我不是不放心 有件事 我一直没告诉你 什么事 当初孙斌为了逃走 曾经发过誓 永远不再见到你 他哪是迫不得已 你错了 前些日子 庞娟曾经逼我做出选择 一个是生 一个是死 我选择了死 因为我真的喜欢你 可孙斌 他不是真心的 所以他选择了生 永远不再见到你 那 他如果反悔了呢 一个能成就大事的人 最看重的是信仪 孙斌 他能出尔反尔吗 那我们到了林子 去找谁啊 我听说 邹相国是一个贤臣 我打算投奔他 驾 你 为什么要离开庞娟 投奔齐国呢 庞娟 要杀我的夫人 庞娟 为什么要杀你夫人 我夫人曾经帮助孙斌 逃离魏国 那你应该去投奔孙斌 不该来投奔我呀 我夫人 所说的话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不但需要你做我的谋事 我还需要你做 齐国的谋事 因此 不得不慎重行事 我理解 准备 准备 放 好 准备 放 太好了 寡人 寡人 有忠心耿耿的大将军 有用兵如神的军事 再加上这些训练精良的士兵 天下诸侯 岂有寡人的对手 田将军 孙军士 从今以后 寡人的军队 永远教你们二人掌管 寡人 再不问军中之事了 谢大王信任 公孙先生 我已经弄清楚了 你说的都是实话 来 这尊九 就算是我对你的歉意 相国 此话诧异 差在何处 相国大权在握 国家新王 细于相国 相国身边的人 不可不查 怎么能说是歉意呢 那好 这尊九 是为了我们的相识 这尊九 也是为了我们相互利用 这话什么意思 相国 你可知道 我为什么投奔你 我是相国 我可以让你得到荣华富贵 公孙岳 如果要得到荣华富贵的话 在庞娟那里 我都能够得到 那你看中的是什么 女人 我心爱的女人 你不是已经有了吗 她随时都会离开我 那我能帮你 那我能帮你什么呢 除掉孙斌 你怎么知道 我能够除掉孙斌呢 孙斌 曾经将相国榜于揭示 羞辱相国 相国 要除掉孙斌 先要除掉田稷 这两个人 一个也不能留 而今他们大权在握 如果想要除掉他们 得先让大王 收回他们的兵权 自从田稷孙斌 打败了庞娟以后 大王对他们身心不疑 要想收回他们的兵权 太难了 这并不太难 大王最担心的 是别人夺取他的王位 尤其是宗亲 田稷是大王的宗亲 有兵权在握 只要让大王 相信田稷 有夺取王位的野心 这就足够了 可是大王不会相信 我有办法 叫大王相信 什么办法 无中生有 田稷孙斌 兵权在握 大王不可不防 田稷孙斌 对寡人忠心耿耿 他们不会做 对不起寡人的事 大王 人心叵测 大王难道忘掉了吗 寡人头重了 喝酒喝酒 你们喝酒啊 喝酒喝酒 大王 微臣酒量有限 实在喝不下了 头重了就得喝 你们难道连酒戏宴上的规矩 都不懂了吗 喝 好 我喝 我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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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才你说什么 魏国大军压境的时候 田稷孙斌我行我素 目中无人 他们屡屡屡违反大王的命令 根本不把大王放在眼里 对这种人不妨可不行 都是为了战事 而且结果证明 他们所为都是对的 大王 相国说的不无道理 他们兵权在握 如果向大王发难 后果是不堪设想 今天寡人请你们来 原来是投壶喝酒的 不是谈论田稷孙斌的吗 我们不说他们的事情了 来 我们陪大王投壶喝酒 我中了 我赢了 盖你了 盖你了 我再比你远一步 投中了 算我赢 行 投吧 慢着 怎么 变挂了 不是 如果这一次你投不中的话 那这一次就算我赢了 那当然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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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一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再比 你先别急 怎么 不敢了 刚才我们有言在先 输者必须回答赢者的提问 你问吧 你可要如实回答 行了 你快问吧 钟离姑娘才貌双全 想嫁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呢 不知道 你可要如实回答 这不就是如实回答吗 钟离姑娘 是不是想嫁给孙先生 不回答就是承认了 我没承认啊 那你要嫁给谁啊 不知道 钟离姑娘 如果孙先生 不打算娶你的话 我倒是愿意 不玩了 不相信 咱们就接着讲 一次不行两次 两次不行三次 说的多了 即使是假的 大王也会信以为真的 空口无凭 必须有证据 那是第二步 需要等待机会 你怎么还没睡呀 睡不着 有事吗 你想不想成家的事 你问这干什么 你别管回答我 不想 不想 现在还不想 没你看中的女人是吗 也不是 鬼谷先生说 要先建立功绩 才能安家 你不是已经建立了功绩了吗 这算是吧 这只是刚开始 先生 等你真正建立了功绩以后 你打算找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教你的兵法吧 你看这段啊 鬼谷先生不是说了吗 孙子兵法不能传给别人 不是孙子兵法 是太宫兵法 司马兵法 别说这些了 你先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 等你建立了功绩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还没考虑呢 我还没考虑呢 那你考虑吧 我走了 夫人 夫人 你怎么还不睡啊 睡不着 怎么了 是不是这几天 我老在外面跑 你生我气了 不是因为你 我是想我姐姐了 明天我想去看看她 再等等吧 我都等了这么多天了 还有我等多久 夫人 我们两个人在齐国 人生地不熟的 全都靠相国了 可相国和田将军不和 你姐姐又是田将军的做上课 这个时候如果去看她 相国知道了 该怎么想啊 我们不让她知道 不就行了吗 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那我什么时候 才能见到我姐姐 再等等吧 等我得到相国的信任以后 那要等多久啊 不会太长的 公孙月 你可以好好地为相国做事 早一天得到她的信任 夫人 放心吧 我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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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先生 腿不好 就不要五箭了 不是不甘心吗 秦先生找我有何事 真不好意思开口啊 你我之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是不是想娶钟离春 是钟离春让你来问的 不 是我自己 钟离姑娘对我恩重如山 可是我没想过娶她 你不喜欢她 我神有残疾多有不便 如果娶了她 她要照顾我一辈子 她太亏了 那如果她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你如何拒绝 孙先生 你率军作战有千条妙计 怎么遇到这种事 就一条也没了 这样吧 我带你去沾一挂 如果占卜者也说不成 你就把占卜者的话 告诉钟离姑娘 好吧 走吧 来 大新 接 接 二位贵人请坐 好 坐 请问二位贵人想问些什么 他想问问婚姻 好 那就先沾上一挂吧 相伯 我相信季母 不相信占卜 如果占卜能预知胜负的话 还要谋事干什么 你刚到这来不久 有些事还不太了解 西国大夫 凡育大事都到这家占卜 我占卜过几次 每次都很灵验 是吗 停车 他们也来了 他们是谁 孙斌 可能还有天际 可能还有天际 掉头恢复 是 向国 机会到了 什么机会 向国方才说过 朝东大夫凡有大事 都到那家去占卜 对呀 我装本身田姬的随从 质疑 关于客户 整理 看 一定 我 我 突然 你 都有 多谢 这位贵人 你还想问点什么 改日吧 改日再问 也好 张哲 告辞了 慢走 告辞 慢走 谢谢张哲 二位贵人 以后再来呀 好主意 就怎么办 不过万一大王 要两方对峙 如何是好啊 县国可以对大王 小以厉害 现在田稷兵权在握 如果对峙 反而逼他们起事 这样大王 就不会对峙了 这话是谁说的 是占卜者说的 我看他是胡说八道 我才不相信呢 据说他占卜很准 朝中大夫都信他 别人信不信我不管 反正我不相信 你相信吗 据说他占卜没错过 你不是说 你不相信占卜的吗 我何时说过 你怎么没说过啊 你说孙子预测战争胜负 从来都不相信占卜的 而是看筹划的是否周密 条件是否充分 那是作战 那你的意思 你相信他的话 众理姑娘 咱们还是做好朋友吧 只是 不用再说了 你走吧 众理姑娘 我 你走吧 没什么事了 众理姑娘 你对我恩中不书 这是两回事 你走吧 什么狗皮占卜 该死 众理姑娘 真的不是看不上 算了 不说了 以后你会明白的 怎么样 他不相信占卜 那我去对他说 众理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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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人 田将军叫我来的 先生请 你这是 奉将军之命 请先生为将军粘上一卦 老夫粘卦从来不多收钱 这次粘的这一卦非同寻常 如果成了 再给你白两黄金 那将军所问何事 伯家将军乃大王同宗 掌管齐国的兵权 得孙殡相辅 威震天下 而今 为谋王位之事 请先生为他沾上一卦 这次谋反作乱之事 小人不敢多言 你要是不敢 我就杀了你 你就是杀了我 我也不敢 长者 我是相国府的人 相国有要事相请 你这后面 能不能出去 能 能 能呢 刚才所念 不能泄露出去 否则的话 我就杀了你 小人不敢 长者 相国有要事相请 开门呐 开门呐 来了 贵人 这么晚了 您这是 如果不是你沾的卦 我能这么晚出来吗 快走吧 还想不等急了 你说实话 天际为何是占卜 真的是为孙先生的婚姻指示 我的人早就盯上他了 否则也不会请你到府上来 你还是说实话吧 我说的 是实话呀 实话 如果是问婚姻之事 他会给你那么多黄金 这 我也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给我 这么多黄金呢 听说田际 窥使王位图谋不轨 他是不是 去占卜这件事 相公明察 小人确实 没为他占卜啊 好好好 请起请起 请坐好 他们是不是为王位之事占卜啊 是 可小人没给他们占卜 那么当着大王的面 你敢作证吗 敢 敢 好 马上跟我去见大王 方才说的都是真的 在大王面前 草民绝不敢有半句谎言 你见到那个人 能把他认出来吗 能 你回去吧 谢大王 大王 天际兵权在握 大王若不早做决断 王位 王位修议啊 天际 一向忠诚于寡人 他不会 窥视寡人的王位 大王 知人知面 不知心 若不是 人证物证 杰在 微臣也不敢相信 相公 你明天带着占卜者 到田府搜查那个去占卜的人 大王不可 田际兵权在握 公开查找 必然惊动田际 他若狗急跳墙 如何是好啊 你说的也是 大王应该当机立断 把田际孙并抓起来 不 田际孙并是齐国的功臣 不能单听占卜者的一面之词 寡人 不能处置他们 大王 大王若不处置他们 他们就要处置大王啊 当年 齐康公被田太公废除 不就是这个教训吗 将军 我越想越不明白 大王突然宣布调用军队必须有他的命令 而且还派人监视我们 肯定有人向大王进禅言 一定是邹记 大王为什么如此相信邹记 他这个人 以前为大王献过不少治国良策 现在为何变得如此小人 嫉妒 损害了他的品德 他跟庞娟得的是一种病 来 停车 这儿怎么了 昨天晚上占卜的被杀了 谁杀的 不知道 可惜可惜啊 可以 可以 大王 占卜者被杀 何时被杀 昨天晚上 一定是田记杀人灭口 传田记 速速进攻 是 无中生有 是三十六记中的第七记 本意是指 凭空捏造 栽赃陷害 该记用于作战 是指 先用假象 迷惑敌人 然后 假中生真 公孙岳 邹记 用此记 使齐维王 对田孙二人 产生疑心 为除掉田记 孙殡 铺平道路 与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 借刀杀人